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企业也当领头羊 要来进行绿色转型 并且要降低一次性的一些耗材使用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就跟你我有非常大的关系了 其实像我自己啦 如果说我今天下班之后 我会要去超市买东西买菜 或者是我要去逛街的话 我都会特别带上环保袋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都要钱 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有有 会可能多个可能三到五块不等这样子 对就觉得说 带个环保袋好像比较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也不需要再花这个一块啊 三块五块钱 好像可以稍微省一点点钱 我们就来看到了 这个呢是现在环保医师抬头 包含无印良品UNIQLO 他们也不提供免费的纸带了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无印良品 他们从9月15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四开始 不再提供免费纸带 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 但是你需要付三块钱来购买 而不过他们呢无印良品也说 其实他们早在2016年起 就开始有推动一些相关的措施了 比如说他们会鼓励大家来自备购物袋 如果你有自备购物袋的话 你就可以来折底购物现金 确实他们有发现 这个成效是蛮好的 因为将近半年呢 就减少将近130万个袋子 所以说现在呢 他们也希望说可以鼓励大家 多多使用环保袋来降低使用这个纸带的使用率 那么除了无印之外 UNIQLO跟GU好像也有相关的措施 对他们从更早开始 怎么9月2号就开始了 就是停止供应这个免费的纸带 如果你需要纸带的话 当然是需要再额外花钱 可能三到五块不等 看这个纸带大小而定的 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减少 就是其实纸带也是一种制造的 对生活 耗材 耗材 所以就提高大家可能就提高一下环保的意识 增加爱护地球的这样子的功效 那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政府也在响应这个节能减碳了 像是今天我刚刚去买一杯这个红茶 我就有自备个环保杯 然后就被折就是折价五块钱 我觉得不错 就是有赚到钱 有感有感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好环保杯 因为之后我们开始就要准备 12月份开始 北市是全面禁用这一次性的塑胶杯 大家准备好你的环保杯 之后可能你买咖啡 买早餐的时候都会很需要这个环保杯了 确实像我自己也是买早餐的时候 我就会带环保杯去 因为我觉得有折五块钱真的蛮有感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响应 但是我刚才提到UNIQLO 除了停止供应纸袋之外 包含像是UNIQLO啦 还有GU 他们要从9月底开始 针对二手艺的回收来扩大举行 目标要在明年呢 可以回收10万件 所以好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快时尚也想要摆脱这种 不环保的一个负面形象了 我们就来看他们要如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措施 很多人家中都有不要了或是穿不到的衣服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成了回收衣之后 其实还可以用来做ESG 怎么做呢 现在有服饰品牌就发现了这一点 比方说像是这样子的碎布料 或者说穿不到了的破碎衣服 都可以拿来循环第六成为蓝料棒 那假设几千吨的量我们可以做的燃料棒 就是一比几乎是一比一 是动力煤炭的热质是相当的 一比一可以提换 所以可以减少大概30%左右的碳盘 这一制成蓝料棒 是就一循环经济最后一里路 不过在这之前呢 UNIQLO从2014年开始号召消费者捐赠二手衣 截至目前已经捐赠16万件 无法捐的就和在地设计师合作 重新打造成装置艺术 另外还有 UNIQLO的羽绒衣UQ迷肯定不陌生 回收衣服经过裁切及高速旋转技术 把羽绒羽毛和衣料仔细分离 洗净后就能回到全新的羽绒制成 从2018年到2021年中 已经回收78万件 相当于减碳21% 羽绒再生的商品 它本身的剪裁是非常中性的 而且又是一个符合环保衣食的一个商品 怕大家穿在身上也会觉得非常的温暖以及安心 外套以外牛仔裤也要环保 UNIQLO开创Blue Cycle蓝色循环 高科技清洗技术 生态时代替火山时 减少洗涤次数和过往水洗方式相比 省下99%用水量 也就是说牛仔裤在生产时 只要一个茶杯水量就能制成 属性品牌要达到永续 当然衣服的材质很重要 因为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外套来说 你可能会很惊讶 因为它是用宝特瓶制成的 接下来经过一系列的环保制成之后 变成再生巨子纤维 再形成永续的服饰 40%到80%回收宝特瓶砂 比传统巨子砂减少1%排碳 相当于7万颗松树细碳量 只做出来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知道为什么做而做之外 这件事情厘清好之外 我就会把它给传达出去 那传达到每一个的员工 大家都知道之后 我觉得民企的力量会是很大的 从商品创造实行经济 更有19家路面店才有绿店 谁说服饰业不能兼顾环保 民企的抢劲ESG要凸显 快时尚的永续浪潮正在崛起 雨夜新闻 你们会将会先 台南EvoBot 看完刚刚的专题报导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些日系厂商针对减速 环保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了 那么很多人也想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日本呢 非常期待 现在有个好消息 是10月可能要解禁开放自由行 但是接下来你到日本去 可能会发现一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事情 像我以前去日本出差的时候 发现日本人真的好爱好爱用塑胶袋 他什么都要用塑胶袋来装 可是现在日本终于要踏上减速之路了吗 我们来看到 他们从7月开始呢 针对塑胶袋要来收费了 可是有三种是例外 第一个呢 是厚度50微米以上的袋子 因为呢 它可以比较重复来运用 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制作成海洋生物 可以分解的材质就可以持续来使用 第三个是成分中的生物基才达到25%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说 这一类的植物原料啊 比较不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所以说这三种呢 是可以继续来提供给民众免费使用的 而且在这个政策上路之后呢 其实有经过一个调查 发现说有六成三的民众 他们说没关系啊 那我就自备购物袋他们的意愿很高 但是呢 有两成的民众是有点不满的 特别是针对超商 因为他们觉得说超商的东西刚热完很烫手啊 如果你不给我塑胶袋的话 那我就 对不好使用 所以他们认为说超商不应该来限制 可是现在日本好像有点羡慕台湾哦 因为他们发现台湾在这一块 好像有一些做得比他们还好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神奇的这个 我们的不支部提带 我真的觉得我们超商其实是蛮厉害 堪称是个魔法超商 我觉得比日本其实先进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说 日本的超商会提供这个塑胶袋 其实都很薄 很容易破掉 我们这买东西就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一拉就破了 不能重复使用 对很不耐用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说便当部分 中午热便当的时候呢 你在我们的超商 一定会有这个不支部的提带吧 你一定会拿来用 然后它很起码就一放下去之后 可以拉起来 然后带着走 然后可能至少可以放两到三个 这个微波的便当 其实它的那个沉重度还蛮够 对 然后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好像只有台湾会看见 因为我在日本的超商 在中国的超商 在美国超商 这小期的都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不支部提带 就觉得在台湾方面很神奇 很有创意 对 它被日本 他们就说是个革命性的发明 就是日本网友大赞 它这个东西非常厉害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是饮料的提带 也是蛮厉害的是我们特别的文化 对 我们很爱 手摇引 手摇引 对 所以就衍生出这个提带的部分 而且很多特别的文创的设计 所以既能够使用之外 也好看美观 所以引发日本人说 能不能够引进去日本 他们也能够使用 所以他们也敲网 希望可以引进这样子的一个 对 就是这个材料可以来使用 对 不过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如果说啊 像比如说你出去外面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买现在 比如说买东西啦 然后忘记带袋子 买塑胶袋 会不会有罪恶感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讲 这个可能颠覆你的想象哦 其实环保袋不一定比较环保 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环保 这好像有点 我看完这个资料之后 其实蛮颠覆我的想象的 我们来看为什么 他们发现说 有七种袋子对环境是造成伤害的 因为是要使用很多次 它才可以达到真的有环保功效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棉质环保袋 居然要使用131次 这可能一年都不够用 还不到那么多次 是可能要用个两三年以上 才有可能用到131次 还有一个是布织布袋 这个是比较薄一点点的 也是很常见 它要用到11次 那么再来呢 也是很常见的纸袋 要用到三次 但是纸袋真的太薄了 有时候东西撒出来 可能就没有办法再重复使用 坦白说纸袋的重复使用率 是真的很低 然后没想到最环保的 居然是我们最常见的 HDPE的塑胶袋 它居然是最环保的 这件事情让我们还蛮压抑的 可是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它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对环境有所一些能源的消耗 我们就看到 刚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棉质的环保袋 其实非常的不环保 就是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当中 首先是棉花对环境影响是蛮高的 那你采收过程当中 这个取得啊 还有这提炼过程你需要很大量的使用肥料跟水 然后你在抽杀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能量需要来消耗掉 所以认为其实这个棉质的环保袋 其实对于环境是有一些消耗 甚至对于不过环保 甚至有点点伤害的 是可是难道就用这个塑胶带就真的环保吗 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 如果说今天这个塑胶带 它进到我们的河水中 甚至是海中 反而它很难分解状况下会造成海洋的一些污染啊 甚至会影响到很多就是重要的生态跟这些动物们 所以说要怎么样使用 其实他们也说了最重要的应该是尽可能的重复来使用 这才是最环保的做法 也就是说总结 关键不是说你到底用哪一种袋子 而是关键在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要多多重复的来使用 它才会真的能够达到环保的一个部分 但是提到环保了 我们接下来还要看看 这样子的东西原本被视为废弃物 现在居然也可以变成百亿产业 尤其是中秋节刚过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也有吃这些牡蛎啊 鲜柯的部分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鲜柯牡蛎的废弃物 每年居然有9万吨 而且废弃的牡蛎占了全台 居然高达7成 那么原本这个牡蛎都堆在这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他们有新的方法 可以让它变身 化身成比较有用的一些耗材等等的 我们一起来看专题报道 将刚从柯能手中采收下来的牡蛎 一栏一栏放进机器中 透过滚筒式的海水清洗 人工搭配机器 把牡蛎的泥土冲刷干净 它就是利用类似洗衣服的那种滚筒式 然后利用高压水柱冲洗 将壳上面的一些杂质冲洗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再把它掉 掉到我们的浸泡池里面 那我们的浸泡池 我们会利用干净的海水 还有淡水 去轮流交替 模拟说它在海边的一个生活方式 滴到洗净后 也不急的送到波科场进行波科 会先放在海水浸泡区继续养 而最后空的磕壳不能再利用养壳 就要堆放到这里来 我们的话 这个算是全台的第一个合法的 算是回收的磕壳肠 这种的话是刚送过来的 所以它表面上的一些维生物 还没有完全杀干净 所以会有产生一些类似腐臭的一些味道 像那边的话 你看就比较干净一点的 所以那边靠近那边的话 相对的就比较没有什么味道 刚刚送进战制厂的可可 还散发刺鼻的海鲜腥味 更难想象原本没有经过任何清洗 就弃制在嘉义冬食的弃制厂 大大小小堆积成山 伴随而来就是脏乱环境 尤其全台每年废弃 牧力壳达到12万吨 嘉义县就占了7成9万多吨 这百年来的难题终于获得解套 我们的县长就是说 这50年来都没那么多解决 要把那个县府用清洗 一定要有人去用堆租场 我已经堆租场 两个堆租场都用好了就对了 我现在回收一年都得一万多而已 我们真正让整个通路 刚刚讲打通任督二脉 我们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这两年的时间 一直要到台塘那边通路整个打通之后 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制厂的业者 他才愿意去投资 去设置 因为他这个战制厂 不是我们想的就是说你要设就设了 除了土地前面要变更为合法的地幕以外 还要经过我们环保局的审核 然后你还要做一些污染防治设施 所以这样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座战存厂存放的都是废弃的磕壳 因为已经经过了一次洗磕的动作 所以在这边空的磕壳呢 其实它的壳越白 它的腥味就已经是越淡了 在经过两到三个月的曝晒之后呢 就可以再交由其他厂商做再生利用 解决磕壳气质的合法性 在邀集中下由业者共同研发 将原本只能用在肥料 饲料 园艺 造井等等的农业用途 扩大到工业上 我们就是借由一个断烧过程中 去把它做原料的一个清净 净化的一个处理 那包括它可以做不同的分级 让它的一个可以符合 我们所定的一个规范 那当然特别的客户 我们就会做相关可能它有要求 我们就所谓客制化的提供 牡丽壳粉经由二次加工 成为发泡塑胶伪力 再贩售给下游厂 因为属于碱性碳酸钙抗菌特性 可以做成机能素材 鞋子 3D 裂印 创造数百亿商机 粉泥土里面的配方 把沙用牡丽壳粉下去取代 取代以后它有什么特性呢 第一个它比较轻 但是它同样的抗压性 同样存在 而且它比较不会吸收热 那比较不会吸收热来讲 后续如果你一些公共艺术品 或是公共设施要去应用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如果以传统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用途来讲 一吨 一吨的可可的经济价值 大约大概2万块 但是后来我们把它转成是商业用途 或公共用途的时候 我们举例现在在市售有 抗菌鞋这个东西 这个一吨我们换算下来是98万 我们初步估计我们加热线 有9万吨 一年有9万吨 假设我们未来可以去化5万吨 所以就是将近500亿的产值 从原本让居民头痛的废弃科可 经由创新研发提升经济价值 翻转出新的绿色永续商机 TB越新闻 华正森 刘军 嘉义 采访不懂 好 永续商机大 包含废弃科可 也可以另外出现新的用处 谢谢运文今天带来的一些分享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聊了 像是环保的纸带 环保袋 还有一些新型的环保厕所等等 如果您看了之后也有想法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环保期后一题我们下周三再见